我們特別來看到就是阿里巴巴這一次活動 它在凌晨開賣的活動第一分鐘就湧進了1000萬人次 而且營業額一次就衝到了1.16億人民幣 那麼今天整天目標是上看到300億 還沒有結束所以後面可能大家也特別關注 後續到底會不會突破300億人民幣這樣子的一個規模 所以我們特別來看到過去這4年的成績很可怕 從一開始合作廠商只有27家 然後成交營業額到0.5億元 一直到2010年一直逐步的成長到了711家 9.36億元的成交金額一路飆升到去年 已經達到1萬家的規模 甚至超過了191億人民幣 太可怕了 跟中國經濟過去幾年的快速成長 其實真的有關係的 所以這相對的來說 阿里巴巴不僅掌握到了消費行為 也掌握到了市場 跟您剛剛特別提到消費的 還有行銷的整個包裝都很厲害 是不是跟我們談一下 這一次特別看到了 他們竟然要做網購 網購相當大的考驗 就是一個網路的承載能力 是 第二個就是所謂的物流系統的運送效率 在這部分您特別觀察到 阿里巴巴有哪些準備 比如說在台灣我們講了3G 4G 這個你的上網的速度 或是你會當機 可能它在自己的機房裡頭 它其實就已經把它的設備提升了 一時間如果有非常多的要下訂單的Key進來 它能不能承受 這個作為一個它已經在美國掛牌的企業來說 它其實已經算是有準備好了 不過就中國大陸它當地的這個快遞 所謂的我們所有的快遞的這樣的一個服務 它可能是真的還壓力還滿大的 因為要限時 對但我在北京 我在北京曾經有個經驗是 我北京台商朋友 他們其實認為中國大陸的這個運輸 還有它快遞 它這幾年實在也進步得非常的多 已經不能用我們想像中 中國大陸的那種 這種以前好像都很沒有效率的 這個做法來想像 所以他們應該都已經做好了 這種十足的準備 包括他們合作的物流廠商 這些可能都已經做好完全準備 不然真的大陸服務員這麼廣闊 一時之間可能要在24小時內送達 或者72小時保證送達 壓力也真的是相當很大 是的 然後其實這幾天也有一些新聞是 為了迎接這個雙十一 他們的很多在網路上開店的業主 也是忙到不可開交 甚至有人過牢 所以他們對於這個事情 他們應該是也有經驗了 所以也譬如說在船 在這個送貨的這一塊 其實就從去年的經驗 他們應該準備的其實還行 尤其中國大陸這幾年的 這個交通建設的發展 其實也幫助了 也相對的幫助了這些網購業者 對 就是這種硬體的建設 不管是高鐵或者是飛機 全部都加速他們物流的行動 是的 但我特別可能需要有一個想像 就是未來我們有沒有可能 是拿著手機 因為現在有非常多的購物APP 是不是有可能 未來就可以發展 這樣子我在 譬如說我在板橋站 就是下訂單 然後我可能就坐個高鐵 我到高雄去 也許一個半鐘頭 我就能拿到貨 這樣的一個網購的行為 也許阿里巴巴他們還沒有 還沒有完全去想到 或是完全去不見這樣子的東西 但在台灣其實有一些 台灣的電信服務公司 已經在開發這件事情 我們面對人家 那麼強大的競爭 也許台灣人可以想像的 更彈性 更靈活 又利用我們的行動裝置 譬如說我們的智慧型手機 他們有很多人 不管是邰哥大或是遠傳 其實他們都有一些APP 是 也都在開發當中 希望他們能夠 這個小兵力大功 能夠可以跟我們的 中國大陸這麼大的網購業者 有一些競爭的利益 合作或者是競爭 是的 都是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是的 是的 在市場當中 可能都佔有一十幾倍 是的 是的